接下来播出 请你跟我这样过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我们都是 超级爱健康 好聪明啊 像我们年轻人喔 不要以为就是身体很健康 很有本钱 没毛病喔 像是 怎么了 你现在是要呼应你的身体烂了吗 还是 没有 我们都是年轻人啊 重点是这个 年轻人还是要注意 因为像有一个调查就发现 像现在的年轻人 所谓甲状腺的问题 其实是还蛮多 甚至高过于老年人 这个以前我们从来 对 就身体健康检查下来 你什么部分你都会检查 但是唯独甲状腺你会忽略掉 没错 而且好像女生 甲状腺的问题又比男生还要更多 这是真的 像我们家那口子啊 虽然它外表看起来还算端庄 但其实有些器官也是不太行 太抗近了 不晓得 因为有一天他就去 其实是为了要解决 他可能有点失眠的问题 结果旁边的护士说 这个脖子 王医师你看 是不是有点好像怪怪的 那甲状腺喔 是每天骂你骂的脸红脖子粗是不是 我曾经一步怀他 是不是精神状况有问题 怎么会没事动怒 情绪起伏那么大 对不对 所以他那时候一追踪检查下去 甲状腺真的有点问题 数字不太对 然后做超音波检查 我们才说原来你的脾气 是源自你的甲状腺 对 好在医护人员蛮细心的喔 帮忙找出这样的状况 对 而且你看你说有甲状腺的问题 好像说 是这样吗 对 你现在是在暗示我说 将来换我 换你 可以轮椅 可以要去晒太阳 是这样吗 没错 那太好了 你常有心悸 心理失调 怕热 失眠 便秘 食欲旺盛 很现象吗 小心 这就是你甲状腺出了问题 甲状腺一旦出问题 离来中风的几率 可是会大幅增加的喔 因此我们该如何预防 或者是利用饮食来改善呢 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又会让甲状腺更加恶化呢 今天我们要请到 内科教授林杰良 中医师罗明宇 医药记者洪素卿 以及艺人林秀琴 丁小琴 邵婷 邵婷 要来一起讨论喔 今天我们三位 咱们年轻人耶 对啊 好年轻耶 你们啊 对啊 所以你们是假装先都有问题 怎么发现啦 来来来 秀琴 我本来是不知道 然后就是一直觉得情绪啊 各方面 然后身材走样什么的 确定跟疯年纪 吃多喝多无关 疯年纪 你现在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太久了 对 然后后来会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 会手抖 你会手抖 会手抖 你现在手不要动 现在不会 现在不会了 就是有时候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 对 然后一直觉得 这边就是 感觉就是 怎么样 可能你熬夜啊 或者是睡眠不好 或者是情绪 比较容易起伏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边就是会有一点 真的啊 然后到时候就想说 不是扁条线喔 是甲状线喔 就是感觉它是在这边嘛 扁桃线是感冒 对 那个都对 所以它不会肿啊 对 可是它肿 它不是肿这边 它就是肿下面 脖子对不对 对 会变出 反正我都一直觉得说 是不是最近吃啊 喝啊 都没有控制 然后变胖 然后情绪起伏 所以你说你发脾气情绪起来 脖子就会有点肿 或者是没睡好 熬夜这样 脾气就会起来 对对对 然后心悸心跳什么的 后来就是 有一次就是 被一个医师 就是上节目的时候 医师就大概就看我说 你最近有一些状况 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 那我就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抗镜还是低下 所以你还没去看医生啊 就不敢去你知道吗 你在怕什么 就想说 真的啊 就是医生就说 这样子就是已经 要你再去确认 可是要去 医院那边又有一个关卡 因为你不知道去看什么科 你就是鸵鸟心态 你少了 你不知道看什么科 因为 不是啊 因为他有什么 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 新陈代谢科 内分泌啦 心脏科啊 你就不知道去看哪一科 管他的 你只要不要去挂皮肤科就好了 好啦 来 那小晴呢 我是因为之前在欧洲的时候 突然间 后来我就是 我回到台湾才去做了身体检查 然后看了那个 先是 当时先看妇科嘛 是由妇科医生他去诊断的 结果说是 对 然后 像刚刚讲的那些症状 我说可是 因为我之前有我的很好的朋友 也是甲状腺抗镜的问题 可是他是整个会 就是会 就是会有点水肿这样子 种种的这样子 可是我没有完全是 我是 下降多少 体重 哇 我那个时候下降 大概很明显有 这么多啊 而且 所谓的下降 它不是说 不是说你没有胃口不吃 是你正 你还是在吃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增加那个 体重 下降之后呢 然后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开始 当时跟心理的因素有些关系 然后他就建议我 再去转去看那个心理医生这样 因为他就是 就是都有一点关联啦 还有你的作息 然后那时候也是 然后你也会抖啊 对 然后 很热 然后那时候是很热 我会有其妙一直在流汗 对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你是跟年齐到了吗 那根本不是 甲状腺抗镜的问题 你怀疑过对不对 我怕有时候是会被体检 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现在很多事很难讲 然后我才去 是会看医生 那时候不是 他那就是甲状腺抗镜的问题这样 莫名的会发热 就是很燥 体很燥热 我真的啊 不是怕冷 你看那么有肉还怕冷 那我朋友就说你那么厚 我就跟你讲 你不是甲状腺 你是身体坏掉了你 没有没有没有 是真的啦 真的啊 那为什么你是怕冷 人家是怕冷 因为就是低下 跟那个抗镜就是会相反 所以你是低下 等一下 他还没看医生喔 已经开始整个好 自己是低下 那医生已经有 大概跟我讲 你说你是低下 对啊 没有 我跟你讲 我一直以为我是抗镜 你知道吗 我想说 如果可以选的话 我也要想要瘦的那一个啊 我懂的是胖的那一个 你知道吗 没有要自己选啊 可是没有要自己选啊 因为它是我没有选 我没有选药物控制 这也是不对的地方 就是医生有建议叫 要服药 可是后来我担心 怕服药之后 医生会说 他说服药有可能 因为我是会变伤 会变成会 食欲就变得更好 然后可能就会 吃了会比较多 反而会变得比较肿一点 那时候我很担心 而且大家都说 次药很容易 越亮脸 对 越亮脸是那个吧 肋固醇啊 因为好像说 它的药里面就是会有肋固醇 这样子 你现在是还在控制中吗 后来就好了一点 可是 其实我觉得跟心情有关 你只要 哭得很开心 然后你很快乐 其实我觉得 那个病自然就没了 你看我们都自己的医生 有没有 自己阵断自己 压力不能太大 你把生活去调 调整一下 你就想少赚一点 就把它就是减少工作量 然后就比如说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运动 找个抒发 然后无态练起学游泳 就生活比较舒服 然后心情放轻松 也就都好了 也没有说完全好 但是还是 好很多 对 好会好很多 就好很多了 因为它的那个症状 比如说发热 冒汗 然后手抖 心悸 就不会了 就不会了 哎呦 那我们今天有答案 那今天这一集就做到这里 对 还是要有这些抗症状 不是我的身材 还是不一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吗 像摄瓶油眼 还是不太一样吧 是不是 对 可是我比较没有 就是发生了很突然 一个什么状况 然后我去检查发现 我完全是 我发现得超早的 我是小学 小学的时候 不是都会有那个 从小就看着 健康检查 怎么会那么小 那个时候健康检查 不就是一排 第一站可能是测量 有没有射盲 第二站测听力 然后第三站 然后一站一站的 但是没有测 没有测假装线 那时候 他没有测假装线 可是就是有一站 医生好像就是在看外观 他在摸摸摸的时候 我就看到医生就 就摸得出来 我说完了 有一个会摸你的 我说 你在看我的猴杰 对不对 因为我想要跟他撑 因为 医生就一直看这个地方 对 医生看得出来 然后我那一座小学就 很紧张 他说怎么办 他一定是觉得 我有猴杰很奇怪 然后 然后医生就说 不是不是不是 他说你这个脖子好好好 我说 没有我猴杰 我从小就有了 然后医生不是不是不是 他说 你假装线要去看一下喔 然后我那个时候才吓到 然后他就在单子上帮我写说 假装线要检查 然后就回去给爸爸妈妈看那个单子 他们就带我去医院做检查 可是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看什么科 但就是去抽血啊验素质 然后医生就说 我们家是天生无传 我的奶奶跟姑姑 我们都有假装线 他们的脖子都很肿很肿 然后医生说我的素质是正常的 可是他稍微比一般人肿一点 所以他说如果我可能以后长大啊 太累的话或是压力大 他如果真的肿起来 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对 他说不然就像我奶奶他们 就是肿得很大 那一个枕头 所以现在这样是有肿还是没有 这么大 像枕头 现在应该不算床 他们的我奶奶大概肿成这样吧 那么大 对啊 那你咧 你会肿那么大吗 我现在是没有啊 你只有面对致远的时候发脾气 突然 一句来浩克 对 而且会很明显是这边 他肿大是这边 不会是整个 所以第一下也是会肿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整个假装线的问题 对啊 所以就变成说我有的时候太累 他会忽然变肿 我目前最肿一次肿到 大概快跟这边的骨头一样的款 就变肿 对 就是没有脖子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吓到 赶快就是多排时间休息 然后就好了 那下面还不能戴得太短 下面跑不下来 下面的肚没有这么突然 不会突然走 赶快来解答啦 不过 假装线叫我们一个一个来 假装线当然各位刚刚讲到 什么抗性低下的问题 我们待会有分类来聊 但是假装线很多人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到底他在这里呢 还在这里呢 还是在哪里呢 咱们公用是什么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最基本的 来 林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假装线这个线体的话 事实上在我们的脖子 它正确位置在蓝线 喉结 喉结这个附近 它是像一个 一个蝴蝶状的东西 所以它往两边 这样走 对 在女孩子的话 其实可以往上属 下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下三分之一 就等于男孩子 喉结那附近 这边有一个狭窄的部分 但是它大部分是藏在 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里面 所以一般不容易看得到 除非你有长 有肿大 所以会感觉说 这边图图的 所以这是两个线 难怪 所以它说肿起来的时候 都是整片的对不对 脖子这样 其实现在很少见到这个了 因为民国56年开始 我们国家的食盐里面添加点 在民国56年之前 因为切点 所以它甲状腺会肿大起来 就像一个大脖子 就整个长两团一样 现在因为民国56年开始 每一公克加28到38微克的点 只要你一天吃5公克的盐就够了 其实我们台湾人 平均都吃到10公克 所以实际上你假如功能太高 就会 太快 就很容易瘦啦 很容易相关的症状 就像有觉得热也是吗 对 热 心泡加快 辣肚子 这些都你速度 代谢速度真快 你会怕热 因为你速度代谢速度快 你会惨热 了解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种天气怎么这么热 是这样子的关系 对 反而反过来 低下的话变相反 就是说 他本身的话就是 比较 行为比较磁环 还是说 本身呢 对 感觉比较 怕冷啊 怕冷啊 Oh my God 浮肿啊 便秘 会不会有便秘对不对 便秘也有可能会 对 真的耶 你只赌对了一个便秘 没有讲到现在也会便秘 所以事实上 没有都 可是他也磁环啊 对啊 你有磁环吗 你想不出什么东西 对 所以事实上 以为是宿醉 是全身性的啦 但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三个丢两个不看医生 因为甲冠犯 是很严重会死掉的 真的吗 她说她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一直以为自己说 奇怪 青春起来 特别早 看到女生 为什么心跳这么快 一直挫脚